好 其實最困難的就是如何遮黑眼圈 我其實有採訪過蠻多女明星的 她們自己都有自己的獨門遮瑕法 像是李玉芬她的化妝包 帶了超多超多的遮瑕產品 她自己最厲害的就是三層遮瑕法 第一層先用橘色的遮瑕膏把黑眼圈蓋住 第二層再上她自己膚色的遮瑕膏 重點來了 最後一層 她還會用膚色再淺一點的打亮膏把它打亮 這樣她眼下的黑眼圈就完全完全不見了 第二個就是王詩安 王詩安她自己的皮膚其實是屬於比較白 比較沒有什麼太多的瑕疵 可是她說她自己是過敏性的體質 所以也會有黑眼圈 她選擇使用最淺的遮瑕膏 其實輕輕的用無名指按壓 她眼下的黑眼圈也就不見了 第三個其實就是魔王界的高手王詩平 她說她自己是重度黑眼圈 她怎麼做呢 她竟然是用紅色的腮紅膏來遮黑眼圈 她說她自己在網路上面搜啦 就是比較偏紅的腮紅膏 其實直接點在這個重度的黑眼圈上面 就可以完全遮住了 如果厲害的人呢 她可以直接用口紅來把這個黑眼圈遮掉 不管你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黑眼圈啦 反正我們視覺上面看 黑眼圈就是偏綠啊或者是偏藍 如果我們想要把這個感覺把它中和掉 就必須要選擇像是蜜桃色或是橘色這種色調的遮瑕膏來做校正 之後呢再選擇你肌膚的顏色的遮瑕膏再蓋上去 這樣就可以跟你的膚色一樣了 可是因為我們怕這邊會比較暗沉 所以我們最後要選擇比膚色再亮一點的遮瑕膏 塗在這邊做打亮 可是如果你一直選擇用膚色的遮瑕膏去遮黑眼圈 那個就會讓你的黑眼圈看起來灰灰的 第二個呢就是質地 因為我們眼睛下面這塊皮膚啊其實蠻乾的 如果你選擇比較那種濃稠的質地 它反而會讓你這邊的肌膚比較乾 容易產生乾紋細紋 所以這黑眼圈的遮瑕膏一定要選擇比較濕潤的質地 接下來呢就是你要怎麼遮了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說黑眼圈是一大塊 就是塗滿就好 其實不行喔 重點是遮瑕膏放在黑眼圈最嚴重的那個點 然後慢慢慢慢的推開 其實這樣子是比較自然的 最後一個重點就是一定要少量再少量 你不可以一次加太多 你應該就是一次點一點點再慢慢慢慢的增量 這樣子黑眼圈才可以很簡單的被遮瑕 朋友大家好我是玉芬 黑眼圈是我最在意的一個部分 我一定會帶我的遮瑕膏 首先就是你可能打完底之後 再來這黑眼圈的部分就要調比較偏橘的顏色 那我這邊這兩個是液狀的橘色 液狀的橘色其實它是不會讓你這麼乾 但是它的遮瑕度就非常好 這是比較接近於膚色的橘色 首先我會先用液狀的橘色遮瑕衣來遮眼下黑眼圈的部分 液狀的遮瑕膏使用完之後呢就一定要用膏狀來再疊一層 因為讓你的妝感不會那麼容易脫掉 因為眼下的妝其實我們需要很保濕的遮瑕膏 然後讓它比較遮瑕度夠 然後也比較不容易脫妝 剛剛橘色疊完之後再疊一層比較自然的膚色在眼下 最後一道步驟就是用比較亮眼皮膚色亮一個的遮瑕膏 一樣是大面積的把它點開 通常我會這樣上上然後太陽穴 把靈紋 嘴角 力量中間都會上比較亮 所有眼睛遮瑕完之後呢 再來就是定妝的部分 所以我平常都會用蜜粉餅來定妝 因為它質地比較輕比較細 那來壓是臉部比較有油光的地方 哈囉你們好 我是王四平 黑眼圈很重 這是我一直以來的困擾 然後我也在網路上也找到一些好的撇步想要交給大家 這個步驟是 它其實是一個腮紅跟嘴巴的膏 它是紅色的 但很多部落客都會用口紅 其實也推薦大家如果用紅色的唇膏也很適合 像這種正紅色的唇膏 我覺得用這個它透出來會有點紅色橘色的感覺 會讓氣色再更好一些 因為怕上的時候你會有點太過 所以我都會抹在手上面 讓它推開 就會有點萬聖節的感覺 或者是王妃妝 因為其實它就是讓眼下的那種 中黑色去做調和 讓它比較不會這麼的深 顏色看起來這麼重 像這一支是橘色的 然後可以搭配遮瑕 做混合 然後你會比較好上色 這個 蓋上去後 它就可以把它遮住了 因為我自己個人是比較在意黑眼圈的部分 有時候化妝我真的 我可以素顏出門 但是黑眼圈一定要遮 它就會嚇到人家 我想說是哪邊吸毒飯出來 我可以看到 像一般遮瑕的時候 下面三角也很重要 就是讓它的顏色比較一致 所以我會往下遮 這邊呢 氣色很好 這邊呢 晚上熬夜十幾個小時 看劇 如果你是單遮的話 深咖啡還會在 這邊的棕色還會在 所以你要可以做一些 紅色的調和 這樣知道了嗎 哈囉大家好 我是Diana王生 我今天要示範一個 我覺得 在我出門前 我的妝裡面 我覺得非常重要一個東西 我覺得第一步就是選擇 你的遮瑕膏的顏色 那我這邊有 可能三個不同的顏色 那其實我的皮膚 因為沒有那麼多的色差 所以我通常都會選一個 適合我自己的膚色 那我今天就選比較淺的 因為我想要遮到我皮膚 比較暗沉的地方 然後我用我的無零紙 沾一點點 那我通常第一個下手的就是 我最明顯的黑眼圈 因為我晚上其實鼻子會過敏 然後起床 我的黑眼圈會比較黑一點 然後我的眼睛附近 還會有一個痣 還有一個斑 那我通常我的習慣是 遮斑不遮痣 因為我覺得痣還蠻有 就是自己的特色的 所以我只會把我的斑遮掉 再來我鼻翼很容易紅 我就會稍微遮一點 視覺效果上看起來 會稍微窄一點點 對這邊 但我雖然這邊會提亮 但是我可能在打側影 就是shadow 我會打在這邊一點點 前面一點 然後這邊是亮的 所以有點是倒過來 然後還有一個我覺得 蠻重要 我自己很要求就是 我都會上口紅 一樣的遮瑕膏 我會先一圈 把旁邊的暗沉也好 或者是泛紅的地方 我現在就是外面一層 都是白白的這樣子 所以等於是有點像打底這樣子 然後上口紅的時候 會看起來 那個邊邊的那個線 會比較清楚 然後我自己都喜歡用 比較膚色 靠近膚色的一些顏色 比較自然的 我通常喜歡從我的人中 這個開始 然後這邊下面的話 我會用口紅的邊緣 去帶我的自己的唇線 會慢慢的看 因為我怕一下子 可能那個唇線 沒有很準 怕歪掉這樣 好 差不多了 因為我喜歡所有的東西 都很精簡 所以我的遮瑕膏 我通常會買一個 我覺得是可以通用的 就是可能 我的黑眼圈我可以用到 然後額頭這一塊 容易紅的地方 今天就是這樣